另外 宾州政府也有好消息 当局宣布将会延长让国人免费搭乘渡轮 往返宾为两地一直到明年的6月30号 宾州基本设施以及交通委员会主席在里儿指出 预计接下来的这半年将播出46万8千令吉款项 为国人提供免费渡轮服务 免费搭乘渡轮计划自2021年的7月1号起推出 获得宾城人热烈欢迎 乘客人数也呈增长趋势 州政府每个月拨款7万8千令吉 提供6万5千张免费船票 乘客只需要携带身份证 并提前在售票处登记 在槟城港口有限公司提供的MineCut 扫描器上清触就能够免费登船 在里儿也希望这项免费计划 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帮助人民减少生活开销 也希望能成为鼓励公众使用 公共交通工具的催化剂之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